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 我是你們的小篇,奇 今時今日,紋身一件非常之平常的事 很多年輕人都會走去紋身 見到好型的圖案就會聞到身上 當去就不知道那些圖案的意義 今天就讓我們一齊來看看 和外國的黑幫有關的紋身 紋之前最好看一看 不要胡亂糊塗地被人誤會了 666或者AB 黑幫組織Iron Brotherhood的成員 通常都會在身上紋上AB 或者666的圖案 而666當中就代表著魔鬼 小丑面具 心狠手辣的拉丁黑幫成員 身上大多都有這一種紋身 五點 據說越南的黑幫會用這一種紋身 而亞洲有幾個比較大人的黑幫也有用 坐過牢的人會聞這一種圖案 外面的四點代表監獄的場 中間的一個點代表著自己 蜘蛛網 國外很多曾經坐過牢的人 會在身上紋一個黑色的蜘蛛網 通常在手肘或者頸背 代表著坐牢走至被蜘蛛網困著的生物 淚水 據說 自駕個黑幫成員會在眼角的位置紋上淚水 代表著自己曾經拿過其他人的性命 卡牌 在黑幫之中 葵線代表著小偷 梅花代表著曾經犯過刑事罪 戒穿代表著反骨 不過黑幫成員會主動聞這些 大多數都是被迫的 聞了之後 所有人都會知道這個人曾經做過什麼 會被人唾棄 俄羅斯 堅章 俄羅斯 有一些江湖地位比較高的人 如果入獄就會問上堅章 他們覺得你是一個榮譽 莽星 亦都是曾經坐過牢的俄羅斯黑幫成員文 妄姓上每一隻角代表著坐牢的連數 如果坐五年就會問不妄姓 五傳王冠 在美國很匯弱的西班牙裔黑幫 MIT Latin King Nations 成員會問這一種的紋身 王冠上的五傳代表著愛、榮譽、服從、犧牲和正義 這些圖案看起來非常有型 但其實都有特別的含意 如果曾經有想過紋身 而想過紋這些圖案的話 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啦 要注意啦